诸位 看看这个 本月十五日午时 碧水城谷茶巷长生果拍卖 愿者来之长生果 对 江湖上现在传言 此次长生果拍卖大会 规模极大 光入会就要一百万两 卖者正是石先生 又是石先生 这个石先生上次卖的是心法 这次卖的是长生果 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卖的东西 全是武林中垂涎欲滴的 如今各家心法已经十分珍贵 长生果更是百年难遇 千月洞和传奇谷 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必然会插上一脚 你们太天真了 这岂止是魔教中人 你们这些名门正派 就不想要长生果了 你们可别忘了 萧老先生病重的时候 风鸣山庄可是 春花姑娘 我爹对长生果 从来都是复之一笑 还告诫我 要少争名利 多些云淡风轻 正是 风家爷主张君子 应取之有道 定不会蹚这趟浑水 春花姑娘说得没错 今日早晨 各家派向我辞行 我还真以为他们有要事要办 还不是因为长生果 碧水城这次 必然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 要我说 这肯定就是个圈套 石先生现在 说不定正在作收渔翁之力 的确可能是个圈套 我们一定要小心为妙 这个石先生 他知道 就算这是个局 我凤鸣山庄 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起身风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亲生前 也是这么想的吧 少盟主 少盟主 是否也收到了 长生果拍卖的锦书 正是 棱帐门 可有什么高见 此消息一出 碧水城将有大乱 眼下盟主还未入土为安 少盟主自然要以家事为重 老夫可替少盟主先行一步 带些人手到碧水城 以防内乱 不知少盟主 意下如何 那就有劳棱掌门 待我安葬好家父 一定会快马加鞭 与你会合 爹爹要是能帮得上少盟主 姿势再好不过了 那老夫 就先行一步 小孙子 小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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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